都98分了 其實我2004年當時光顧我們公司 當時是買新樓去新居入伙 當時基本上是做一些簡單的裝修 但當時的經驗不錯 光顧你無論是跟設計師交流 或是跟師傅互動 我覺得這些師傅跟進得很好 還有一件事給我很好的印象 就是公司有售後服務 即使在裝修完了之後 其實不是光顧的過程完結 而是之後會有很多跟進的工作 這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所以當今次我們去買樓的時候 想要重新回新移手樓的時候 我們首選就是你們公司 因為來到卓爾居這個900多呎的單位 有個這麼寬闖的客廳 設計師於是就加了一系列白色的組合櫃 增加更多的存物空間 這個一家三口居住的單位 實用面積非常之高 闊長的走廊 足夠剛剛出生的BB周圍走動 全屋鐵滿一幅又一幅的家庭照 為家人打造了一個幸福安樂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要求基本上都是簡潔一些多些的存物空間 以及不用太多很花巧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一些基本的要求 既然護主要求的是簡潔 設計師當然有求必應 客廳相當寬闖 擺了一張L型的梳化之後 依然有很多空間 設計師在客廳長身訂造了一個白色的組合櫃 組合櫃串連客飯兩廳 而用色方面就正正如護主所說的一樣 是黑到好處的黑白色 令整體感覺更為簡樣 組合櫃除了配色出色之外 間隔一樣見盡心思 蓋門口那邊的長身櫃用來作為鞋櫃 櫃身的高度剛剛就可以擺放大量的鞋了 而另一邊的組合櫃就用了電視櫃 而大量的儲物空間 就可以擺放相簿、書籍、CD等 大大小小不同的雜物 相當實用 為了令小朋友擁有一個愉快的童年 設計師以卡通人物作為主題 配上藍色波羅文的藏身設計 有動感之餘也相當可愛 而儲物櫃就可以用來擺放玩具等雜物 地方就更加整齊了 你們的師傅 首先穿了制服 這是給人客有好的印象 第二方面他們說話很有禮貌 即使他們未必了解每一個項目 但他們都會盡量幫你跟進 我想這兩方面我們是很滿意的 主人房貫徹全屋簡約設計的風格 寬敞的空間可以把主人床放在房間正中央 進顯氣排 而旁邊的位置就做了一個入場大櫃 儲物量大大提升 而且不同間隔的儲物櫃 可以滿足各種儲物需要 主人房有一個較大的窗台 設計師就利用了窗台的空間 設計出一張L型的書桌 實用之餘又可以善用窗台 一舉兩得 因為其實以往有很多朋友 裝修期間都會有一些未必是很好的經驗 但我個人來說 我們光顧這間公司 我們覺得很滿意 即是由工作前期 工作的期間 以至整個工程完成之後 我們都很滿意 即是有一點是很好的 就是譬如期間設計師放了假不在香港 但另外有同事可以跟進到 而是提供一樣優質的服務 我想這不是普通公司可以給得到